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从柏拉图时代就有 他说笑话的对象是人类的罪恶跟愚昧 还有罪恶包括贪婪 我上次有说过 佛教说的贪称吃 贪心啊 称是发怒 发怒当然这笑话就少一点 吃愚笨也是经常被取笑的对象 我都希望将来能够看到另外一个人 专门取笑我这门课这样 我会非常高兴 课本身能被取笑这样 是 对 因为来不及讲完 上礼拜我带回家去就忘了拿来 所以就你们收集的笑话就没有讲完 只是当事实上你知道一下 你们收集的笑话怎么样 我下次会发回去 OK 你看到吗 就是笑话比赛很多笑话都是听过的 就表示大家的创意很少 黑道大哥拔牙那个好像比较没看 我好像没听过 我听到大尾的那个电影也看过 上次同学也讲过一次 那其他笑话我好像都听过这样 蜥蜴那个也没听过 还放个图片 我看到蜥蜴会觉得蛮恶心的 同学对不起了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 我看蜥蜴看蛇 我都还有那种黏黏的东西 我都觉得很恶心 所以那是个人的问题 好 那这样可以吗 所以确实没有讲完 但是我会改完给各位 然后因为我有很多支钢笔 把老师的另外一个兴趣收集钢笔 我每支钢笔不同的颜色 所以如果你的不同作业 能够用同样的颜色对到 你就可以去买乐透 我是改报告是这样改的 你的读书心得我用 我先看完 然后每改一个我就换一支笔 每改一个我就换一支笔 我是非常无聊的人 这样我的笔才会全部用到 你知道吗 所以每一个人 前面两个人的笔的颜色是不一样 然后我在改另外一个报告之后 又可能又循环到另外的笔这样 我不是摆在那边 然后这样按照那个机械方式 然后这边玩了再从第一支 不是 我就摆回笔筒 然后再把它抽出来 然后再摆回笔筒 再把它抽出来 那像拔筒一样 那有无限的乐趣 所以你们的成绩呢 你可以看到到时候 你们看到彩色的 这边这样一行是读书心得 这一行是另外一个作业 第三行是另外一个 所以你这样横着看的时候 哇哦 如果三个是同一个颜色 Bingo 你会发现基本上 不太可能是同一个颜色 这个实行过多少年 每一次大概顶多顶多 一个同学的颜色是一样 但别忘了有那色差的 其实你看起来是一样 对我来看 是不一样的 其实不是同一支笔 懂吗 我应该录下来让你知道 这是我个人的一大乐趣 不然的话 那个改报告 是一个全世界少数无聊的工作 对知识分子 你不用对他劳改 对知识分子就要改报告就行 马上当他无聊到死 你看我们这多少老师 还花时间改报告 改考卷 那全世界少数无聊的事情之一 我一回来我就立志 不要做这些事情 结果有一天考试院打电话来 说孙老师你怎么没有来改考卷 考试院啊 我问你哪里啊 他说我考试院 我说你有 我有答应你要去改考卷吗 他说哎 他就忽然间他说 有人不来改考卷了吗 这可是一份多少钱的那种 我说 你就没看我这臭人 臭知识分子 我就不爱改考卷 我就不去 你怎样 我就没去改考卷 从此以后没接到电话 很多老师很喜欢改考卷啊 因为第一个改考卷 你可以赚外快啊 然后考试院的考卷 一份是很贵的啊 学校的考卷 一份才大概不到十块钱 我们改一份 那那个考卷 你大概一份有二十几块钱 你现在知道什么叫 不畏无斗米遮腰吧 老师是很有骨气的 开玩笑 等我死了 你看我那骨头烧出来 都是冒烟的 你就知道多有骨气 这骨气嘛 怎么办呢 好那最流 最幽约的优越论 说那个笑话表现 自己比别人优越 这最简单的话 这是笑话的情感面 那柏拉图说 笑话的对象 现在最有个愚昧 刚刚讲了 那这个呢 我没特别去找书来看 像这种二手书的研究 有的时候呢 你都得小心 所以我们在前面 讲到笑话的这个历史的时候 都会引证很多原文 那当然老师看的书 不可能磅礴到 比这些人还那个 那这些人到底是 真的看到那本书 是这样讲的 还是这些人猜测 那些人这样讲的 有的时候就很不清楚 这样 所以我在引证别人的说法的时候 我都非常的小心 人之所以可笑 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无知 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无知 还有被笑的人都是自认为 比别人富有 比别人好看 比别人有德性 比他实际要聪明 这是我们看到 不管希腊的笑话 或者是明朝末年 不莫隆所收集的笑话 很多这个类型 那他反对习剧中传统的笑 习剧对道德 有着潜在的破坏作用 这是柏拉图的想法 因此公民不应该花太多时间 观赏或阅读喜剧 更不应该在喜剧中单纲演出 到现在为止 很多人用严肃模式来看事情 也对喜剧的非常鄙视 不要讲别的 美国奥斯卡得奖的 很少是喜剧 你可以注意一下 我每一年都看 从小时候看到现在 几乎没有什么喜剧 可以得到大奖的 没有 金马奖演展也是一样 你只要一旦是喜剧 大概人家都认为 没有什么 所以周星驰得过奖吗 他也不会得奖 但他卖得很好 周星驰得过奖 台湾的金马奖 他得过啊 真的 恭喜新爷 对不起啊 我也是新爷 在另外一面来说 我都没得奖 你得奖 公平吗 第二亚里斯多德 亚里斯多德说 笑基本上是一种嘲笑的形式 那机制呢 是受过训练的不尽 那这是机制 那笑虽然可以当做错事 回到正途 但它作用不可以太过高估 很多人被笑以后呢 像我们在讲义里面 有一个地方讲到 怕被笑的这种研究 很多人自卑怕被笑啊 笑也是 如果笑是用来讽刺别人 或造成别人生活的压力 笑就变成霸凌的一种方式啊 那就不是一个幽默了 那就是嘲笑别人 欺负人家 笑人家个子长得矮 笑人家娘娘腔 笑人家这个呢功课不好 笑人家这个 笑人家那个 那这个都是照给别人生活带来 不方便跟着压力啊 那笑呢是关心低等的动物 低等的事物 这跟良善的生活是不相宜的 那尼格马克伦理学 是亚里素的一本重要的著作 他就说 将笑话走到极端的人 被认为是粗俗的小丑 他们为了幽默不择手段 目的也是为了博取笑声 而忽略讲话得体 以避免笑话对象的痛苦 那这个笑跟幽默 在那个钱宗书那篇文章 我那篇文章几乎是用念的 我记得 那也讲到笑跟幽默的差别在那里 很多人不做差别 我的讲义呢有些地方也基本上也不做差别 但是有些地方还是得注意一下 还是有差别的 那霍布斯讲的最多的就是 最经常被引到的就是第二段 笑是一种突然的自豪 sodern glory 你不知道该怎么翻 就是突然的自豪 出自我们的某些出众的表现 特别是跟其他人虚弱相比 或者以前我们跟我们以前的我们自己相比 sodern glory 像我们刚刚的笑话比赛里面 有人讲的很好笑 你就哇大声笑出来 虽然有一个那个什么 有种就吃没种就不要吃那个 我吃我真的反应非常慢 我本来想 这就这样啊 这有什么好笑的呢 后来才想到 这是一语双关这样 那笑呢对于你的品格是一个危害 你看这还是这种 这种看法 所以大部分的正人君子是不笑的 不笑子弟 就讲他们 那康尔罗兰是ethology 叫动物行为学的一个创始人 他觉得笑呢是一种受到控制的攻击形式 这是把笑 别看他在笑 这是笑里长刀 中文是这样讲的 就是讲这个 偶尔呢我讲笑话 就有人就很怀疑的看着我 觉得我 我是一个臣服很深的人 这句笑话不知道是射出了多少刀 你真的想的太远了 我射出的都是火箭 怎么可能只有刀这种程度呢 那另外一个人说 这个卢德维奇这个人写了一本笑的秘密 他说笑是人对某种特殊情境 挥斑情境这种优越的调逝 笑呢会让我们的敌人知道 我们比他强 而且更能适应当下的情况 有些电影就会演 有些人被抓去了当俘虏 结果呢这个俘虏呢 就讲一个笑话 耻笑的对方的人 对方的人或者吐他一个口水 对方那个把你绑下 绑的那个人就会很生气 他气什么呢 绑的是你啊 赢的是他 赢的是你 输的是他 你还气什么呢 可见那种有的时候你开对方玩笑 对方当当不起 他会认为你在口头上是赢了他 那另外这个拉普这个人 就想积这个幽默的起源 他说为什么笑呢 基本上是古代丛林决斗后 那胜利的咆哮 你假如就看过哎呀 我们小时候有泰山那种电影 你们现在没有了吧 泰山电影他就两手垂胸 这样哈 这就是泰山 这个不同的世代 不同的泰山 你们现在大概不太强调这种 原始丛林英雄 你们强调这种来自未来的 从什么Cryptons星球来的 那个穿小号裤子的那些人 然后内衣外穿的那种 或者蜘蛛人反正都是很奇怪的人 美国的英雄里面都好奇怪 没一个正常人 正常人成不了英雄 应该这样想 所以呢我的 我的这么奇怪呢 某种程度也可以成为英雄 我一直认为我是正义者联盟 那个没有被写进去的那个人 我有什么才能 我到这里都还没发现 也许我最大的才能就是我没发现 我有什么才能 那莫瑞尔对这个优越论评论在291 说不是所有的笑都展现自己对别人优越性了 小孩子被骚痒而笑啊 没有任何优越性的问题 你看街头魔术表演笑啊 街上逢到朋友啊笑啊 听到人家讲话押韵啊 笑啊就很好笑啊 双关羽啊 屋里头笑话 这都不是因为你比别人优越啊 因为真的就很好笑啊 所以这个他有否定这个说法 另外一个也被常 最常见出来的也叫不移之论 incongruity 有的叫incongruity dash resolution 要有解决才行 他说这个笑 基本上这种说法认为 愉悦是人们于预期之外 不合逻辑 或者某种不合适的事物的知性的反应 完全不合逻辑的 然后这种理论的假定 我们存在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 我们期待事物会以某种方式出现 当我们期待不合的时候 我们就会笑 当然这期待不合有时候不会笑 有时候觉得你白痴啊 你知道你会骂出来吗 那亚里斯多德呢 也说过类似的话 说在修辞学说 说话能让人发笑的方法之一 就在他听众 轻重中建立一种期待 然后提出完全意料的事情来 这是一种 然后用拼字的方法转变 或文字游戏可以造成笑话 像这个有种你就吃 没种就不要吃 这个呢在医生来讲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后在这个外人来看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不过我最近一直在想 怎么样可以把五颗钻石这件事情 搞成一个笑话 因为现在都只有网路的那种影片啊 变成rap啊 什么的就好厉害 怎么没有有关这个 这个五颗钻石的笑话呢 我觉得这是各位同学可以努力的 老师万一做不到 你们可以努力做到 为什么五颗钻石呢 因为神不会给你试啊 为什么神不会给你试呢 今年是五倍奉还 为什么今年是五倍奉还 不是加倍奉还吗 我每听他讲一句话 我都非常非常的 昨天我们家族就说 我还一个人在那边看那个YouTube 把那个所有的那个 有关钻石的YouTube全看完了 我非常无聊坦白跟你说 我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发明一个笑话 就看完了觉得很难发明笑话 不知道为什么 就特别难 所以我只想到说 最近你知道谁家的那个脚踏店呢 常常会被人家偷走吗 就是那个牧师的脚踏店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觉得那边会掉下钻石来 那钻石你要卖到哪去呢 所以是天使在天上扫地掉下来的 因为天上都是钻石 所以你在天上走路的时候请穿鞋 不然会割破脚 钻石很利的各位知道 我还是忍不住 我真的非常忍不住这样 好 我要忍住 那经常在一般的书会引到康德的这么一句话 这出自哪里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间接引说是Moriel的书 说笑着一种期待突然落空 然后转变所产生的情感 这都是片面之词 但是都经常都被引用到 譬如说举例来讲 一个有钱的亲戚希望安排一场豪华的葬礼 但是他悲叹无法如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给他们越多钱让他们表现哀气 可是他们看起来却很高兴 我听到这个笑话放声大家是因为我们的期待落空 我听完这个笑话我根本就没笑 我就不知道康德的点跟我的点出在哪里 康德是柯尼斯堡 柯尼斯堡现在是波罗利海三小国中间的有一国 他老小子呢是宅男的始祖 在那个城里面呢 那个城不看钟的 那个城就看他的活动 因为他活动就是那个城的钟 他每天几点钟固定散步 然后走到哪里固定再走回去 后来我在年轻的时候读到一个笑话 跟他有关 就说有一天他竟然在公园还在哪里 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子 于是呢他就去跟那女子求婚 女子就答应了要嫁给他 他就很高兴 后来他就去跟这女子求婚 来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太 他说请问那位小姐呢 他说我就是那位小姐 他说不会啊 我上次答应要来娶你啊 他说对 那已经是N年前的事情 他忘了 所以跟哲学家在一起 这是后世鼎鼎大名的哲学家康德 后来台湾有一种药品叫康德 有一阵子广告说康德600 康德600康德几千也没用 这就是康德的笑话 所以悲无法如愿 因为期待落空 那我现在听了康德讲的笑话完全落空 又笑不出来 这又是为什么呢 显然这个理论是有问题的 哲学家不能够解释笑的话 这些哲学家都是离人生活很远的 好另外一个蜀本华 蜀本华一般被认为是悲剧哲学家 那蜀本华跟康德不一样 他不认为我们在笑话心中一无所得 也不是期待落空就了事 我们获得了意外的某些事物 笑话就表现在概念 概念所指的事物之间出现了不一致 那讲什么呢也没举例 所以你也不知道这些人在讲什么 哲学家常常讲话呢 你都觉得这些人 这些人跟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吗 还有他们只是幻影 好那这个另外一个叫笔题了 这笔题我就不提了 现在叫不提嘛 那莫瑞对这个什么语言呢 说不一致论无法涵盖所有笑 是适合幽默的笑 许多不幽默的笑跟不一致都无关 接下来叫释放论 比较是心理方面 他说基本上呢是人们生理反应 特别是神经能量的抒发 神经能量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 那这个人叫谢夫赤贝里 他说他有一本书在1711年就写 叫《机智跟幽默的自由》 他说创意人的天生自由心灵 一旦被拘束或受到控制 都会发现需要以某种运动方式 将自己从筋骨中释放出来 不但是歌舞杂具啦 模仿剧古迹剧获得这些释放 并且对他束缚加以报复 这个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像这个宗教节日里面 特别是基督宗教节日里面 有万圣节啊这种 可以释放人类的这种冲 那种各种其他的奇怪的欲望 不像是每个礼拜天 你要到教堂去 那么规规矩矩的 那这个都是教会容许的 因为这样可以释放你的情绪 不会压抑太多 不会压抑太久 所以像Halloween 像这个 那中国节日的话 人家也是像过年啊 你就可以赌博啊 你就可以打牌啊 你就可以小赌一下啊 因为那就是平常 你不能做的事情 那过年你就可以放纵一下 这某种种的释放人 那笑话呢 就是你对你的老板 你对什么 你不能够 平常都要很尊敬 那偶尔的时候呢 你开他一下玩笑 让自己能够释放一下 对他的敌意 这个对 有些研究者来讲 这是有好处的 这样 那研究笑话是解放心理束缚的先驱 这个Alexander Bain 这个Bain是在十九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左右的苏格兰的这个 早期的社会科学的思想家 社会思想家应该这样讲 那Spenser也讲到 两百九十二底到两百九十三页 他有一本 一篇文章叫 谈笑的生理学 他认为情绪都是神经能量 笑呢 释放了神经能量 除此之外 笑的身体运动 并没有特别的目的 这样 所以Morrell就认为 他这个说法 其实 许多笑的情境 特别是幽默的笑 并没有带入情绪能量 或者在情境中 发出情绪能量 需要被释放 而且在非幽默笑的情况呢 许多我们所笑的事物 并没有包括压抑的情绪 而且没有情绪的摄入 所以这个理论所说的 突然的释放 并不是适用所有的情况 所以三个理论呢 都适用某种情况 不适用其他的情况 但是三种理论呢 有的也没有太特别强调 人际关系 跟那制度或文化的关系 像我们这堂课 强调比较多的是这方面 可是这方面呢 并没有什么人提出什么 太大的理论 那人类学讲的那个 joking relationship 那那个算是一个不错的 到现在为止也可以用的 你跟谁可以开玩笑 跟谁不可以开玩笑 这是非常重要 那这关系会改变 大部分的同学跟老师 是不能开玩笑的 尤其老师年纪越大 你是越不能跟老师开玩笑 所以我就慢慢走向这种 人家都认为我是不能开玩笑的 还有人认为说老师跟你不熟哦 都觉得你是很严肃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样你才可以释放 不是吗 你还一看我就是那种很搞笑的人 你不走在街上一想到我 你就哈哈 就这样奇怪的笑出来吗 那对你不好啊同学 好那24页 294页 这morell就提出一个理论 他认为笑的情境有三种特质 可以变成一个更大理论的基础 第一个呢 是心理状态突然转变 包括认知转变跟感情的转变 比如说啊种 有种就吃 每种就不吃 你从这个正常来讲 那就是有关生理综合 你牙有种你就吃这个药 每种就不要吃 那你可以转换成啊 你有种啊这个你就吃 没有种你就不吃 那个种就不是这个生理上的种啦 所以你的认知跟情感都会转变 第二突然的改变 第三呢是心理的转变 而且是往愉悦的方向转变 我相信他这个 我们作为听的人 当然会对黑道大哥 你会很笑的很开怀 万一是一个很可怜很可怜的人呢 问医生说医生啊 我这药要怎么吃呢 那医生跟他说 你有种就吃 没种就不要吃 你还笑得出来吗 那是我这样演你可以笑 你真的有很可怜的情境 那这个就不行了嘛 你至少说这个转变 有的时候是看你是怎么转的问题 好 所以呢活动要有趣 活动当然跟别人在一起 不可能你自己跟自己说 哎呀我现在实在太无聊了 又没别人 我讲个笑话给自己听吧 哈哈哈哈 我想宅男再宅也没宅成这样嘛 你在宅你有个打开电脑 上个什么笑话网站 然后去看笑话 没有说 我现在无聊到毕了 我要讲个笑话给自己听 你把这放在你的Facebook上 你试试看 很多精神医科医师 马上就来说 哎你是不是该来我们门诊呢 我们有健保呢 说给自己听的笑话 你可以考虑用这种方式来网上吸引人 你看 请你讲一个自己听完 说给自己听以后 自己大笑 很好笑 很好笑的笑话 你征求稿子 看会不会有神经病来投稿 可能真的会有 可能会是会有 他精神分裂 会看到另外一个自己 或者他双胞胎 不知道那个人 真的不是他自己 我一直怀疑 双胞胎怎么知道 他不是另外那个人 他不是如此的像 下次碰到我的双胞胎 学生我得问他一下 我每次碰到双胞胎 都有那种八字很轻的现象 会发生这样 我就常常出现一些 怪力怪切的东西这样 学生很讨厌碰到我 碰到我以后 就有一种奇怪的问题 我都会问这样 好那四种不一致呢 是某些方面看起来不足 身脏啦愚蠢啦 当然身脏 开身脏玩笑是非常不礼貌的啦 现在 而且政治不正确的 愚蠢 无知 道德缺陷 行动失败 这都是不一致的地方 第二呢 一件事情看起来像 另外一件事情 模仿啊 假冒啊 故作姿态啊 误认啊 双关语其实也是那样 你把那个听到声音 变成是原来那个 另外一个想法 巧合啦 还有对立啦 这个呢 都是不一致的地方 我们讲完再下课好了 所以中间可以不要下课 那他认为有八种情况 有八种幽默的语言 他也整理了一下 所以一个人在绘画资讯中 不够的时候 常常令人发笑 有的时候我们讲话的时候呢 不会讲得那么完整 那听的人知道就好了 像我上次举例的我们教官 在我大学教官上课 说那教编呢 报教官教编在下面 这个某种程度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只要看那画面 进行课又很无聊 教编在下面 是指讲台下面 这所有人都都不会发笑 那第一个人一笑以后 全班就这样 哄堂大笑 像这个就完完全全的资讯不够 从外人来看 他会觉得很奇怪 当时的人来看 因为整个脉络情境 话不必讲很清楚嘛 你大概都知道什么意思 那个有时候就说 同学那个拿来 老师拿来了 外人说 那个是什么东西 当时的人知道 所以资讯不充分 日常生活里面 常常资讯不充分 是可以运行的 那偶尔资讯不充分 会造成笑话 或造成误会也是这样 会造成误会也是这样 第二个 一个人提供太多资讯 有时候也会让人发笑 大家都知道 你干嘛讲那么多呢 你跟你讲的好像一副 有人是白痴的样子 像刚刚是跟他讲笑话 那同学也是吗 他不是说 是我们五个人啊 我们四个人啊 我们再去找五个人 听他们讲最好笑笑 再回来讲啊 问他有几个人 他一直搞不清楚 他到底有几个人 一直跟我讲不清楚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 这不知道资讯不多 还是怎么样 第三 谎言经常让我们感到愉悦 尤其你骗人家 人家被你骗死死的这样 这也是 尤其越熟的人 已经跟他很熟 你觉得你的谎言会被拆穿 他竟然还被你骗 你觉得蛮快乐的这样 第四 在绘画中 插入夸大的异想 或漫天猜测 也会让人家觉得好笑 还有含糊的幽默表达 会让沟通出问题 可是有时候沟通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今天晚上吃什么 就像昨天一样吧 那昨天吃了什么 那当事人知道就不是问题啊 如果当事人不知道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 昨天 昨天我没跟你在一块 哦 原来是这样 那我跟另外一个人在一块 这很尴尬吧 含混的幽默表达出 让会让沟通出问题 含混的很多话都会出问题的 那可以六 可以刻意的使用模糊两可的说法 这个不是幽默 但是日常生活常见 我们改天再约好了 那这一改天就改到没有了这样 通常就不会再约 然后冗长的绘画 会破坏绘画的正常进行 所有的绘画多少都有点乱序 不会按照顺序来的 只有这个电影的一般剧本 会按照顺序来 日常生活里面很多讲话 不按照顺序来 而且会强化 有些话忽然间就没有尾巴了 如果你注意一些朋友之间聊天 你就会发现很多话是没有尾巴的 不像一般的剧本 有头有尾 然后还转折 没有的 很多开玩笑吃火锅的时候讲的话 有的时候根本就 而去不是开会的话 开会通常都有一个中心点 聊天是没有中心点的 聊天中心点完全分散 到时候就看谁的话的主题会变成会胜出 不然的话你讲你的他讲他的啊 你坐着吃火锅的时候就跟你旁边的人讲话啊 你旁边有两边啊 通常你只会跟一边的人讲话啊 你不会跟火锅讲话 跟火锅讲话是不很卫生的事情 好那三种诙谐的技巧 他这本书是一个概论的书 很多人会看 创造幽默的人要参与他所逾越对上的利益 而且要控制他们思想流向 所以那个讲笑话的人 尤其那种职业讲笑话的人 他要让你专心听他讲 所以他一看情势不对 他就得转到另外一个笑话 这是很重要的那个 上礼拜我有讲到吗 我上上礼拜的 在礼拜六还是礼拜天 看HBO就有一些讲笑话的 那人都长得真的很不怎么样 所以大家会误解说 长得很不怎么样的人才去讲笑话 长得很怎么样的人就去拍电影 这也是个误解 很多人认为 所以叫女丑男丑啊 好像她长得丑 所以她只能走谐心的路线 应该不是这样 但是很不幸的 刻板印象就是这样 二要保持听众的现实感 以便打破他们平常的思想模式跟期待 但是呢你要还是要从他们的现实感出发 你不能讲一个外星的事情 大家都不了解 你讲个大家都了解了 所以大家会期待这个事情是这样 结果呢就期待你的笑话会有什么转变呢 你笑话就真的有一个转变 像阿嬷去买卫生棉 对不对 你就会期待好啊 那去哪里买呢 既然你说71 你也知道71是什么 那忽然间来个28 你就不知道为什么28 你觉得这个素质哪来的呢 会引起那个 第三个就是要创 原创性跟这个新鲜感 那今年增加了这个人 这人Burger 很多人叫Burger 如果First Name叫Ham 那就更麻烦 叫Ham Burger 有些名字不能乱取啊 像这个台湾的人 如果姓曾的男同学 你不要因为这个 敬仰马克思 然后马克思的First Name叫Karl 你就把自己的名字叫Karl曾 你想想看 你到外国念书 老师点你名的时候 全部台湾同学会笑出来 脑中念一边 念快一点 好 是不是跟那个字很像 谢谢 你看我们的沟通 已经到达这种地步 你知道吗 什么也没讲 你都会笑 厉害 卡尔曾 记住姓曾的同学 千万不要 男同学特别是 不要叫Karl 那有人姓梅啊 像梅南方 梅艳芳都姓梅嘛 对不对 姓赖的 不能叫梅 把老师点名 梅来 我来了 你没来 会有点复杂这样 有些名字是绝对不能取的 这个是 跨文化你就知道 你不跨文化你常不知道 我的名字很好啊 好那这个Burger呢 就做了一个这个沟通模型 沟通模型呢就你看啊 从A B C到D到E 那个是区分的那个 然后A B C呢就A是 不管是习劇员作家 画家小丑这是一个人 那他沟通的方式是靠资讯 那跟谁沟通呢 可能跟观众 可能跟公众 这是在不同的领域里面 有不同的界定 可能团体跟群众 那透过什么呢 透过的媒体有电视 就TV 然后Radio 广播 print 印刷品 self 自我或speech 讲话 言词 用什么样的形式呢 就可能用笑话 用戏剧 用漫画 用身体的姿势 跟故事 跟小朋友的那个很多东西 都不用讲话的 小朋友就靠姿势就可以了 那还有用的45种技巧 这个技巧在后面有 然后要什么样的效果呢 就是用幽默 造成幽默 造成笑 造成高兴 造成快乐 这是我们讲的重点 就是造成有什么效果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效果是有益的达到的 像如果是演员讲笑话 是有益达到的 像我们这堂课 不是有益的 让你每堂课都觉得很好笑 这堂课是研究笑话 所以某种程度 就是不好笑的课 我虽然很努力的搞笑 但是还是很困难 所以这堂课可能到后来 也可能很多人 不会看到这一集 因为前几集就会觉得 这课程无聊 然后就觉得 应该叫无聊社会学吧 然后就不看了 所以我预期这堂课 大概点阅率不会超过太 不会维持太久 不过我觉得我的时代快过去了 红楼梦的时代 马上就要来临了 那可以有什么目的 可以有什么达到什么 那个目的呢 笑可以消除你的紧张 可以造成一个新的关联 或者你跟别人的联系 你通常不认识别人的时候 讲一个笑话 很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 然后特别男同学 在吃火锅的时候喜欢竞争 男同学一个人讲那个笑话以后说 哈这还不好笑 我告诉你一个更好笑的笑话 然后笑话就会 就会一个一个唱来 女同学就要小心 那人讲笑话的时候不要口水都吐到那个火锅里面 然后当然有人是要激起兴趣啦 或者洋装攻击啦 这不是真的要攻击 所以这大概是跟目前为止 笑话研究的理论跟相关的分析的架构 你可以考虑用这种方式 在你将来碰到的那个幽默的情境 或者笑话的情境 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 如果幽默跟笑话如果有分的话 幽默是不一定会笑 幽默会让你去思考的 有更深的人文的关怀的意涵在里面 这是大家对幽默的一个期待 那笑呢有时候就没有别的目的 就是笑 没有别的目的 那当然不希望你拿笑来当成攻击别人的工具 我们还是希望笑能够有一些正面的功能 那有些人认为笑有医学的功能 有医疗的功能 这一点呢 没有完全得到证实 但是呢 你相信会活得快了一点 你不相信何必呢 所以心情不好 或者是身体不好的时候 最好的解忧方式 就是看那些短剧啊 看这些笑话 你英文好一点的话 你就看英文的 sitcom 我觉得英文的 sitcom会比较 比中国的象征好的地方 是因为他们真的花了很多心血 很多人在写剧本 不是一个人在写剧本 中国的象征有的时候就是一些老段子 从明朝末年三百年前就开始讲到现在 还在讲 那顺便讲一个故事 我这个课程上了网以后呢 大陆的同学就很多人来写新闻问题 通常是爱情社会学 幽默社会学也有人写很少 那写问题以后呢 有时候我就回答了 有的我就不回答 回答人都很高兴说 啊竟然接到偶像的来信 你知道吗 我想天哪 我这就叫偶像的来信 结果呢上礼拜竟然有一个学生 送了一个包裹来 给我寄来的点心 北京的点心 糖果 我都感动到不行 你知道吗 然后呢还送了我两张DVD 他显然看电影是看到太精了 他知道我喜欢看笑话 就送了两个大陆的 我没听过的演员的DVD 希望老师能够笑一笑 看看怎么样 我还没打开 我真的感动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第一个我已经好久没有得到圣诞老公公的礼物了 没想到竟然收到礼物 这感觉非常的奇特 奇特真的 所以 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大概因为这个讲义加上去 是因为这个是我做的一个笔记 那这个笔记就出自这三本书 有些地方我就把这三本书的目录给记下来 所以没有什么值得要讲的 只提醒同学注意 所以有的大陆有两个学生 那个参考书目后面有他们的名字 所以这个我都不敢略媒的 那就语言 漫画也是 插画也是 有些插画会有对白 有些插画也没有对白 看起来就很好笑 那语言幽默是靠听觉 非语言幽默靠的是视觉 那这个有一个叫谭达人的这位先生 他就分了有交际幽默 纯粹幽默 黑色幽默 那包括字 词 音 字 词意 字 词形 句法顺序 逻辑推理 眼跟近的这种对比 这都是常见的那个 那另外一位先生叫李君华先生 这大陆都是大陆作者 他们整理得非常的好 一个叫反序换位法 他又把它分成五种 这个我觉得有点太细了 你有机会去看这个书 他都有举例 另外叫语行巧用法 他又把它分成了七种 第三个叫语行仿用法 仿词 仿句 仿偏 分成三种 那语行猜用法 猜字 息词 断取 这又变三种 那语词巧用法 语词巧试法 解试的是 语意模糊法 跟多译奇异法 这都是你把它做 不是常见的解释这样 还有形意折绕法 搭配变异法 形象描述法 语流跌宕法 显示语误法 总共十三种 那这个做笔记做得很好 所以我大概不能加什么东西上去 这只告诉你说我们在前面的讲的这些零零种种的 有点零碎的事情 你也许可以考虑用这种方式把它做一个整理 这是一个可以提供你去做联想的东西 另外呢取得幽默效果的逻辑表达法 这个也是李军华先认的笔这个整理 一个是混乱混谣 谣乱混同法 这谣中国大陆有时候念成谣这样混谣 台湾话谣不太好 像在骂人 所以我们还都念成谣 第二是语词定义法 第三关系颠倒法 第四强词夺理法 第五荒谬推理法 第六规谬推理法 第七省略推理法 最常见的一个我很早以前就学过 听过这个笑话 就有一个人去吃面 来一碗炸酱面 老板就来一碗炸酱面 我改变新的 我来一碗牛肉面 吃完牛肉面他就走了 老板说你妹也没给钱 他说为什么没 我没有啊 我点了炸酱面呢 我没吃啊 他怎么说的 他说你的牛肉面没给钱 他说没有 我牛肉面是炸酱面换的 他说你炸酱面没给钱 我炸酱面没吃啊 就这样 两个推理 你就觉得他就不用给钱了吗 他就走了 通常这是在故事里是这样 在真实生活里面 绝对不是这样 你放心好了 你还没找到巷口 就被打到腿断掉 或那面呢 就交到你头上 你放心好了 这人开店开那么久 绝对不能让人白痴的 好 语言幽默的技法 这个谭达人间的整理 说语言要素的变异技法 妄文生意啦 曲解别解啦 虚词实解啦 语意回归啦 曲意专化啦等等 像这些 那中国字的那个 不仅中国字啦 希腊字什么都一样 有这种特别的地方 所以他列出了23种 我就不一一念了 另外他有叫美词格的妙用方法 这现在我也想不出 这是什么东西 另外呢 有交际规律的顺逆的技法 以及逻辑法则真假技法 他都有举例 那我就把这本书 全抄了就没意思了 所以你有机会 找到这本书可以去看 那接下来稍微要讲一下 我们在一开始地方讲 就是Burger提出了 45种幽默的技巧 那每个技巧他都有举例 这可以稍微讲一下 302页到303页这个表 其实在前面有出现过 在第一章基本问题的时候出现过 好那你看这个 第一个他幽默的技巧 荒谬瞎扯无底头 是逻辑方面的 在304页 这个笑话举例 说Didn't I meet you in Buffalo? 我是不是在Buffalo水牛城见过你啊? No, I never was in Buffalo 从没去过Buffalo Neither was I 我也没去过 Must have been to other family 那一定是那其他两个人 这这关 其他两个你怎么会知道呢? 这是纯粹无聊的这种搭讪 这样 通常不会是男的跟男的搭讪 也会 我们有一个多元成家的概念以后 就很可能 好 Why do elephants paint their toenails red? 为什么大象会把自己的脚趾头 削成红色 So they can hide in cherry trees 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 藏身在这个樱桃树后面 Have you ever seen an elephant in a cherry tree? 你看过大象把自己藏在樱桃树后面吗? No It must work then 所以显然是有效的 对不对? 他藏在后面你没看到 所以笑话也是极度无厉头这样 大象还把自己的那个脚趾 这真的是无聊之又无聊 What is that hang on the wall in the bathroom When I can dry one's hand on? 什么是那个洗手间里面挂在墙上 然后你可以用来把手弄干的这样 答案 说毛巾嘛 A towel No A herring 蛤? 不是tower A herring 一种什么鱼 是不是 But for goodness sake A herring doesn't hang on我 拜托 那种鱼不会掉在墙上好不好 You can hang one there if you want to 你喜欢你就挂一个鱼在上面啊 But who would dry hand on the hand A herring 可是谁会拿那种鱼来插手呢 他说you don't have to 你不喜欢就不要插呀 这把你搞疯你知道吗 他你讲什么他都有个理由这样 最后其实是你要问他怎么会有一个鱼 你拿鱼插手 你不喜欢就不要嘛 对不对 搞到你疯 另外叫意外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uber Hever In the Herbert Hoover 这个音讲错了 那天是不是我们总统也闹了一个什么笑话 把什么东西讲成什么东西 这是政治人物有时候太忙了 有时候就会讲错这样 这是 可是外人听得会很好笑这样 把人家国家的名字讲 什么东西我忘了 反正 不过现在我们的总统讲笑话 大家也都笑不出来 笑他 如果他讲笑话大家还笑 就表示对他很捧场 我想现在捧他场的人越来越少 他应该好好地思考一下 当你讲的笑话都没有人捧场的时候 或者你做出了糗事都没有人捧场的时候 我想大家没太多人注意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我就考虑到我的课堂就是这样 只有第一堂课跟最后堂课人出现很多的时候 我的民调真的很差呀 我也许该离开学校 现在不是有人要回来什么戒调其满吗 也许我该去戒调一下 newspaper headline thug eat then rob proprietor officer convicted accepted bride 这个bribe 写成bride 这都是常见的错误啦 那个就是笑话举例 意外 纯属意外 意外造成的笑话这样 以前有一个人寄一个大陆的一个 红布条的广告给我 说空间就像牙膏一样 挤一挤 还是有的 好 这个 另外呢 影射 也是一种 你看 不过这个最难的就是305页这里 影射的 他说一群那个演员 就是到处巡回演出的演员 那到了一个国家要演莎士比亚的剧 但是呢 当地的那个警长 告诉他们说他们不能够宣传他们要演的剧 所以后来呢这个 剧团的团组呢就写了几个东西 第一个叫wet 第二个叫dry 第三个叫miscarriage 第四个叫三寸或者三秒 第五个是六 第六个出戏是酒 好 这些戏剧到底是哪些剧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像我是对这些剧都不了解 所以不知道 所以后来答案是 第一个叫midsummer night's dream 所以不能讲midsummer night's dream 因为那是wet dream wet dream就是色情 春梦了 春梦不是春天做的梦 春梦不是春天做的梦 你应该有点国文程度 第二个叫twelve night 中文翻译第十二页或随心所欲 这个也是有典故的啦 第三个叫labor loves labor lost 所以是miscarriage 是堕胎 用这种方式来演讲 much ado about nothing 就无事声和无事之导叫三寸 五呢as you like it 就六寸 然后那个taming of truth 是九寸 这大概跟生殖器的器官有关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的色情的一种暗示 那隐喻也是一样 类比隐喻跟其他说 Jack eating rotten cheese Did say Like Samson I my thousand sleigh I vow Quote Roger So you do And with the self same weapon too 这个到底为什么 我英文没那么好 所以这也不知道 所以他在每一个都有一些笑话举例 我就不一一说了 所以这些呢都是造成笑话的几些技巧 有些中学很喜欢问技巧的问题 我对不管在教爱情社会学 或者教任何的 我都对技巧的问题没有太大兴趣 因为技巧的东西都太过机械了 就SOP那样的 好像所有人这样做都可以 如果所有人这样做都可以 这问这世界早就变成是个大同世界 人类的麻烦或者复杂 就在于他们常常 或我们常常在SOP之外做事 这是人类社会复杂的地方 人类要是都像机器人一样 那就太predictable 我们不是机器人 但现在社会好像要把我们变成都是机器人 所以这门课呢幽默社会学 大概就交到这里 这门课应该还有很多东西 如果将来有更多的研究 当然就可以去补充了 那我的能力大概就交到这里了 以后下月期要录影的课程是古典社会学理论 这是我教了二十几年的东西 目前据我所知在全世界的开放式课程里面 没有任何一门课教社会学理论 这个听起来非常的专门 这是我们博士班的课 但是我要录成这种很基本的东西 那天有一个不是本系的学生问我说 请问老师你的这个课 没有基础的人来听可以吗 我说什么叫没有基础 是人都应该听得懂我上的课 因为我上的课不是要以什么基础为主的 不是什么你社会系你才听得懂 你们不要抬高社会系学生的程度 基本上台大学生就是这个程度 你们的程度在哪 真的相对于不重要 是我们当老师的人 应该把你们的程度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 这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你的程度很好了 我就不懂得为什么你还要坐在下面 而不是坐在上面 那坐在上面一定要程度比你好 能够把你提到将来坐在上面的这种程度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程度 某种程度要靠你自己的努力 老师教给你们的是一样的东西 再有一部佛教的经典叫唯摩结经 唯摩结经里面有一句话 我记忆受益非常多 其他话我都不记得 就记得这句话 叫佛以一音演说法 佛讲出去只有一种声音 众生随类各得解 听的人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 得到不同的领悟 我们教书就是这样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堂课很棒 教得很好 你教学评鉴写的 哇衣服很赶人那样 这是我在台大上过最优扬的课 这有误导之嫌 那另外可能觉得我唱这堂课 觉得七十道明 这堂课根本就不幽默 我唱这堂课从来没笑过 一定有人这样想 但是这是你们的结果 从源头来看 我为什么要教这门课 如果第一堂课没好好听 你大概不太了解 为什么要教这门课 教这门课的目的 真的不是为了让你笑 让你知道 社会学可以研究生活中 很多重要的东西 还有学问 更广泛来讲 跟社会学没有任何关系 在大学里面 我们应该教你们 什么重要的东西 你们叫学生 那学什么东西 生是什么东西 这我上次有讲过 我再讲最后一遍 这堂课的最后一遍 有一天我经过师大 发现他写了生涯 生命跟生活 我觉得写得很好 你们现在念大学呢 大概只想到生涯的问题 我大学毕业以后能干什么 这个问题大概很容易解决的 对大部分人来讲 你要做跟不要做而已 这是一个相对而言 比较小的问题 比较小的问题 当你生涯解决了 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命 要怎么做的问题 是越来越大的问题 很多人到了中年 忽然间发现 自己的生活没有了着 钱都赚到 然后接下来呢 我怎么去面对人生的各种困境 没有学到 我的课里面 大部分都在让你知道 人生真的遇到困境的话 我希望我能够稍微教你一下 如何可以超越一下 或短暂的超越一下你的困境 幽默是一种方式 那爱情也是一种方式 将来我还开盛哲社会学 下游戏开不入影的 你就 啊 这课很无聊 如果我的课会让你觉得无聊 那你修过课都应该是这样的感觉 如果课让你觉得不无聊 那只是名字问题 不要被名字吓到 那我的胜质社会学 是下学期礼拜一早上的课 下学期礼拜二下午的课 是古典社会理论的 那个博士班的课这样 所以希望大家记住 你在大学里面最好学到 如何去处理你的生活 跟你的生命的问题 生涯问题很快你就会解决 而且不要以为你念大学 什么困难都不会再碰到 你念大学 你还会碰到很多困难 重点在于 你有没有自己解决这困难的能力 还有那个心态 我希望幽默能帮助你 度过你生命中最难过的时候 一定会碰到的 一定会碰到 所以这堂课就这样结束